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狂追猛打 负责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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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真是不想說什麽活該死這些說話 即是人生是走了 但是不用活該死這幾個字我又不知用什麽字好 或者用RIP用這三個字代替 一個53歲的男子 十個月內兩度墮電片案 損失幾十萬 加上債務問題 劉維書燒炭死亡了 昨天下午1點多 富山村富麗樓有一個保安報案 他說一個單位傳出而未 還有一些液體流出來 但是沒有人應悶 警方和救護車接報到場 證實一個姓鮮的53歲男子倒閉家中 旁邊有一盤燒過的炭 現場檢獲維書 初步相信案件無可疑 他說 事主的遺書透露 因為無法償還幾十萬元債行 又稱因為詐騙案受害而自尋短見 我真是很難原諒為錢而走的人 但是每個人的性格不同 可能他覺得壓力大到頂不好 又是外面有幾天追訴 原來消息說 事主去年6月23年6月 在TG認識騙徒 對方跟他說 有賺錢的機會 要求在網上做電影評論 那就做了 結果事主被人騙了21萬 你做評論應該收好錢 也會被人騙錢 直到今年3月 事主又再墮入電片陷阱 他今次不是TG 在Facebook認識了一個騙徒 對方說可以為他提供約會服務 要求事主買28張iTune卡 和匯7萬元落兩個戶口 最終事主被騙18萬 短短10個月之內 事主慘被騙徒騙了39萬 我真是不懂得說 我們要點評 約會服務 叫你買28張iTune gift卡 和匯7萬元 那裏是18萬 即28張iTune gift卡 都11萬 即一張幾千元這麼貴的 iTune gift卡可以 即3、4千元一張 那你說叫我說 怎樣評論 R.I.P. Rest in peace 好了 林伯恩真產案 真麻煩 永遠都麻煩 有錢 都不要緊 最好沒有子女 或者只有子女 剩下29億 林伯恩 林伯恩 我覺得 林伯恩就肯定 不是只有29億身家 這些應該可能是私人名下 即是之前勵薪 那些可能已經分了 只是這一段 我只能這樣說 林伯恩不可能是這個身家 不止 2005年世世 都差不多20年 跌開這個大兒子 林健明 都早幾年走了 現在還在爭爭爭爭 29億 好了 現在就是 非遺產受益人的三太 顧瑞英 和她的女兒 阿明珠 林明珠 OK 質疑林伯 簽署遺囑的時候 已經有老對話 OK 那遺囑執行人 人就強調 林伯立遺囑的時候 經醫生診斷 證明她的精神狀況正常 那就是說 林伯曾經 跟她講過 即是 執行人 綠執行人 說她旗下的成衣 和娛樂業務 就比較適合她兩個兒子 林健明和林健樂 去繼承 那 為什麼不給錢 顧瑞英和女兒呢 因為她已經拿很多了 這樣說 OK 那其實呢 我就不講得很detail 29億遺產入面 因為你現在呢 除了有 然後 遺產執行人 張定球 周佩華 和馮允耀 這三個遺產執行人 她沒有特別 mention 但是似乎應該是 一些法律團隊的人 OK 又有醫生做證明 其實你基本上 就不能挑戰 OK 好了 29億遺產入面 而且分得很清晰 大兒子是19.2億 二兒子是19.2億 林健樂 大兒子是7億 那個二太余寶珠和養子 林健康就有2.96億 是分得這麼仔細的 那麼 她應該的神思都是清醒 那 那 現在咬什麼呢 三太 就是咬 說 他們醫生在同年8月 即是立為足2004年8月的時候 只是問了當中14至16分的問題 OK 那 所以她只有9分 滿分是30分 那 因為只是問14至16分的問題 那有9分其實算不錯的 咦 即是他們那個報告 那 這個也是醫生認為她有足夠的理解力 那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難挑戰 你不是一定要 你現在問我都未必可以得到滿分的 那 那 林健鶴的公辭就說 2004年她探望她爸爸 其實她說期間 林百因的表現如常 知道那個 遺囑內容之後 因為她指定 遺產執行人 立完遺囑的律師 都要讀給你聽 她回應說 好好 好 也都有傳召 李保安 李保安應該就是亞時那個老總 那時候 OK 李保安在法庭上面說 李保安 林百因曾經說過 她說為何不擺三太和林明珠 滅為遺產受益人 因為他們已經拿了很多東西 而且還欠林百因錢 遺產承辦人說 有證據顯示 顧瑞英在投資上海興建的資大廈 向林百因借了五億之外 林百因再跟他們公司做擔保人 再銀行借多五億 但是 顧瑞英和林明珠 三太和那個女兒 就說 那個款項 是愧贈的 原告不同意 就算是愧贈 不愧贈了 五億 給了這麼多利 對 另外銀行借到五億十億 你自己去還 家保人你還不到就我還 還差點什麼 於是 你想想 林健康和余保珠 都是2.96億 買膽都慢慢打 這件事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 老爸走了十九年 是很厲害的 是吧 你想想你不肯去 睡得舒服一點 是吧 真的 好了 而且老實說 你有這樣的遺產執行 有醫生 你真的很難爭 這些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 但是 真是這個笨賊 這些 拿菲薄臨在三年前發生綁架案 兩個男綁匪涉嫌綁架 把一名呂菲庸和二十個元大的少主 呂少主 主要是綁架的BB 其實 藏心百香 期間叫他呂傭提供僱主資料 咦 僱主是誰都不知道 即見人和男 又說他合作 的話 可以獲得百分之五的報酬 那呂傭沒有答應 又說他僱主不太有錢 提供他掙扎成功 嘗試求救 誰知遇上其中一名綁匪接反 糾纏間 呂傭竟然把綁匪推倒 好 原來帶著呂少主成功逃脫 接著綁匪事後被捕 在高等法院承認兩項控罪 被捕入獄九年四個月 九年四個月 都減了假期六七年 如果表現良好 不知道有沒有還押 如果是的話 其實都是坐兩三年出來的 嘩 綁架 所以我們最重要 不要犯國安法 甚麼都假 被告何連進 四十五歲 他透過大律師求情說 因為差人四皮野 所以犯案 他原本以為是追債 後來才知道是老綁架人 他對他的所作所為 感覺到好惹羞恥 好了 案情話 那希安女傭 大家聽清楚 在2021年12月8日 之後早 推出一輛BB車 帶女嬰到學前班 二十個月大 初處BB車 就已經要讀這些所謂的 我覺得真是悲哀 好了 許願住 博富林惟多利道暴行 當他經過 停在路邊的一輛七人車的時候 突然間 被被告拉上車 被告就用索帶 綁住他的手腳 又蒙住他的頭 好了 接著 開車的同黨 就問他用 喂 你那個老闆的名字 還有電話號碼 是甚麼 呂融回應說 僱主並不富有 那即是說 他們可能真的 是無差別 無差別綁架 真是 想著 香港大把有錢人 吵你老母 有個BB在那裡 吵你老母 不想幾十萬 賺不到嗎 即是隨便 你都要踩一下 即是你想著 喂 有人搶個Bang士 在金融堂放學 就會很有錢 你真是不要搞錯 香港地下很多人很有錢 但那些真的未必很有錢 你跟他拿三幾十萬 他那分鐘要跑 就在三幾千有單 好了 同黨就說 喂 如果你合作的 我就會 將收到的錢 給你5% 鋒匪就沒有表明說 有多少贖金 但是曾經提過 兩億 兩億 你隨街套一個 冰妹BB 打算拿兩億 瘋了 OK 吵你老母 喂 你有沒有看樹大招風 要做很多功夫 要下幾億 為何你連做這些 都不做功課 跟支援搜集 做不到 再肯做支援搜集 就不用搞了 即是隨機 為何你這麼想危險的事 好了 被告 和同黨 但同黨真的應該走掉了 未能拉回人 將呂庸和呂英 帶到一個貨櫃 呂庸按指示 更換了預先準備好的衣服之後 就和呂英一起被綁 然後被告 兩個人便走了 好了 之後 又回來 又再將呂庸和呂英 帶上車 然後就載到他們 他們去到白鄉大窩村 一個棄設的貨櫃裏 裡面 被告和他的同黨便離開了 跟著呂庸又自行鬆綁 喂 這兩個 不單不是貫匪 而且我覺得他們 都不太狠難 老實說 我不用說呂庸到你入育肉 我稍微緊一點點的索帶 其實是你充不到的 你怎麼充綁 為何他們不做電騙呢 對不對 也未必是 可能他們用索帶 但是他們走開了 只是膠 因為如果綁在前面 或者在後面 他用東西磨掉 好了 充綁了之後 他們帶著寶寶離開 跟著爬上貨櫃求救 在這個時間 這個被告就接回來 看到這樣 又爬上貨櫃 糾纏之間 他竟然被這個被告 竟然被呂庸推倒在地 我不知道推倒落地 還是貨櫃頂的地 呂庸的求救聲驚動村民 被告見逃離現場 在幾天之後 被捕 警戒客保持針密 法官大讚呂庸勇敢 又說 綁匪有計劃犯案 其實我覺得這個計劃很難留 法官 一單畫一單 好了 但是 你真是 線你都不捱一下 如果找了個洞梯著掃 你怎樣撕票 好了 這件事 這個世界上就是這麼奇妙 所以 其實本來我本來 我本來會開始 我們永廉庭的工作 我本來今天想介紹一下 但是 稍後再製作多些資料 相片 才再向新枝舊魚推廣 永廉庭 最重要的是 永廉庭 現在有個新 澳門永廉庭骨灰鎮 有個新的叫做港澳城的鎮位 他買一送一支魚 而且是可以供 其實是二千元一個月 可能你供六十期 七十五期 十幾萬 我覺得真的挺好的 當然 現在的人就說有甚麼殺灰 又說有甚麼殺海 很多人接受這件事 你問我 先撇開生意 撇開生意 我真的接受不到 好像我女朋友大隻 他父親都說他殺灰 最後他當然不 就是爭取 抽到 因為 真的不行 你看這件事 這件真是奇案 清明節 王氏兄弟在疫情後 第一次去大埔夏王兒 爭道拜仔外婆 當然我很熟 夏王兒爭大埔舊路 快到大埔夏王兒爭村 上面有一個 夏王兒爭村民的殯葬區 誰知竟然見到 她外婆的墳頭 被另外一個 新足足的層次 墳墓取代了 好 這樣奇怪 夏王兒爭 好像是雜姓 但大姓一定是姓陳 當時又找不到外婆的遺骸 好了 只能夠對天朝拜 也同時希望 先人顯靈 攝氏的地點是夏王兒 爭原居民殯葬區 她昨天上週11點04分 警方接報一個墳頭 有財物被倒 保安人就是黃先生 即是黃先生的黃先生 她說 她的外婆 黃先生這兩兄弟 我看過婚都六七十歲 她負側 可能是八九十歲 一百歲 外婆是八一二歲那種 如果在這裏的話 她說 外婆生前是 是漁民新村的原居民 早在上旨 上旨即是夏王兒爭村的殯葬區 未被規劃成為原居民殯葬區之前 就已經下葬到那裏了 就是以前你想想 幾十年前 安葬超過五十年 我就當五十年 五十年前 一九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頭 基本上 突然找個山頭 撞了 未必有人不理 之後那裏就劃成殯葬區 她是一直相安無時的 撞了幾十年 超過 你計算一下 剛才說她擺二歲 到五十年前 即是可能六七歲的時候走 那時候這兩兄弟 十幾歲 所以還有個 去拜阿婆的過程 要殺灰就沒有了 沒有得拜 好了 疫情期間 兩兄弟不能夠上山拜祭 到今年疫情過了 她又再上山 怎知見到 外婆的墳頭又沒有墊了 在同一位置 竟然有一個新速速的陳氏墳墓代替 是否奇 正常你 原居民 你原居民見到 你的原居民見到 你的原居民見到 你再找位 你不會說移走別人的房子 即是沒有禮 也不要禮 先不要說什麼 你沒有這麼惡 就說你不老禮 嘩 屌你老母 你移走別人 就算你惡把我 就買自己人 你會說屌你老母 全家居民哪個來的 查一下 查一下 查一下那個 遲檔查一下俗譜 屌你老母 都不讓他自己人來的 撲街 你不會的 因為這麼難 這麼難的 那種位置 好了 好了 兩兄弟就知道對天朝拜 同時向先人稟告 阿婆 我們上來看你 我們做到就盡量做 阿哥年紀大了 現在行動都不太方便 好了 說希望先人告知 鞋骨所在 到昨晚 報夢 黃先生就說 愛婆報夢告訴你 金塔在哪裏 於是他們兩兄弟再上山 果然 就在 阿婆在夢中跟他們說的地方裏面 找到一個小山坡 那小山坡呢 就發現了一個金塔 和碎開了一個墓碑 金塔你都不知道是不是阿婆 但是那個墓碑 就是阿婆的墓碎開了 他說 好在 就是因為他們早幾年 看到那個墓碑這次 掉到八八九九 所以呢 他們為墓碑文字 重新填了顏色 現在才認得回這個 墓碑和金塔 即是找金聰來 OK 好了 他說 他說 現在呢 黃先生就說 群上面的字 就認得是外婆的墓碑 他說現在就委託民政事務處 和黃兒咬村的村長交涉 了解事情始末 他說 他說沒有與同仁結怨 我也都相信沒有必要 對 就是 我想夏黃兒咬村 或者現在申叔叔 那個姓陳那份墓碑 那些人都不是要結怨的 同理 還有是不是他們兒都不知道 他們估計 他們估計 他只是希望 就算動都通知我 我也想找回阿婆 他原本有地方住 現在變成露天 這樣在裏 你不覺得淒涼 我覺得淒涼 他們猜測就是 疫情期間幾年 沒有人打你 雜草重生 令到有人 就不知道有個墳在裏 於是 就導致毀募事件 這樣說 出奇 這個我去關閉你一點 因為你 雜草重生 跟著 做事的時候 他現在滾到你對下面 那個碑就爛了 那個碑其實是石碑來的 石碑 很小的石碑 如果你是大 就看不到 以前有些這樣的樣子 是啊 我見過有些人 很小 你們拜什麼 原來這裡有個碑仔 你如果 有人脫草 抹一下 都看到 否則 脫草重生 看不到 你幾年不去 疫情幾年 那你 可能人家沒有遺意 否則也不會爛的 石碑 然後我 抹下去 這樣 因為如果不是 沒有那麼囂張 就算是 沒有說是這樣的 做常法事 請走他之而此類 不會這樣的 OK 無論如何 黃氏兄弟 是 趙氏人 妥善安置先人 老實說 就算真是難 我認為 真是我是這樣 這個是我陳氏 無悲 也好 正常來說 例如你們去做這些事 都會說 阿婆阿婆 你都走那麼多年 現在都什麼 還要投過胎 我和你二人去哪裡 忍得黃氏樹 也好 把那些東西放在一堆 再撞一下香 正常都會這樣 有沒有用 不知道 就不會說 撞掉你老母 然後就裝自己的身份 喂 不老禮 不是心底好 但是你說 報夢這件事 五十年之後 竟然阿婆就報夢了 很厲害 還未投胎 其實 我們有網友 我們有幾個網友 原來是道士 土葬 金塔裏面的肚子 金塔裏面的肚子 但是金塔裏面 那個十年肚子 就是起骨 然後就 就放入金塔 金塔裏面這樣的 其實真是很麻煩 最早就去土葬 起骨就放入金塔 有些金塔放很久 放成小 有些呢 金塔這麼長時間 又起出來的骨 結果呢 就燒了它 就是你畢竟 就是 什麼 你地方小的 那現在呢 就是 去馬來西亞 我上次講過 那個叫富貴生命館 即是 王明志跟他賣廣告 4月1號 那一頓 去馬來西亞這麼多地方 不過人家現在 全世界都興起 好像 就是 就是 泳廉廷那一類 那些暗場有管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有些人未必結婚 未必有後人 就是因為 可以 就是 去話就永久 我在說 老實說 有什麼永不永久呢 過了兩三代 都不拜的 例如我孫會拜我老爸 就是我兒子會拜我老爸 我孫會拜我老爸 我孫會拜我老爸 我孫只會拜我 如果他見到我的話 是嗎 起碼有人 不是 我拜到清朝 因為你有祠堂 有祠譜 我現在家裡 我自己 我不會認識的 我未見過阿公阿婆阿爺 但是我自己 那個 神位 祖先神位排位 我後面 紅紙我就寫了歷代祖先的名字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不知道就沒有辦法 OK 那我寫好了 就寫了上去 就全部開光 真是 真是 但是如果你們 有祠堂那些更加好 一定是拜完的 就是歷代祖先 因為如果不是 很多時候就是拜到 你見過那個 你不見的 怎麽拜的 除非 還有一些是 即是老爸老媽帶過你去的 那些是 那些是 那些會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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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我們如果說拜山 隔離 即是老爸老媽阿爺 那些隔離左右 都撿住 撿住香 所以 就算你 幫不幫襯我 賣泳廉瓶 或者會不會去澳門 看客都好 我真是真心建議 大家 即是你們可以抽 現在容易抽很多 政府 雖然說 什麼爭取 吊腳一些 龍骨灘 但是 都挺漂亮 其實周邊是吵架的 都抽一下 真是有 你們相信我 有個位一定是好 過沒有個位 即是你說 我都不相信這些 我就覺得 我就不是說 信不信這些 而是我覺得 真是虛虛妙妙 比喻丁 那老爸 即是我自己的心態 我就不行了 好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好 謝謝